有缘人,在日常生活中,你有没有过这样一种感受? 明明没有做什么特别辛苦的事情,却往往感到十分的疲惫,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,注意力也十分分散。 或者发现身边有些人原本灵动可爱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们的灵气似乎逐渐消失,变得憔悴而缺乏生气。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变化?答案或许就隐藏在灵气消失的现象中。 灵气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气质,它包括了人的精神状态,内在活力,以及外在魅力等多个方面。 再漂亮的人,不论男女,只要缺乏灵气,就难以让人产生长久的好感。 而有灵气的人是什么样呢?一个有灵气的人,他的眼睛一定是特别的有神,好像一眼就能把人看穿,给人的感觉是很有主见和智慧,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。 作家杨将曾说过,简朴的生活,高贵的灵魂,是人生的至高境界。 你会发现,越高级越有灵气的人越活得像一个小孩,在人群当中他是可以合群的,不过更多的时候他选择了独处。 有灵气的人,在人群中也耀眼夺目,周身散发出纯净平和的光芒,他们的气场很纯净,无论是小孩子还是小动物都很喜欢和他们在一起。 在跟他接触之前,你会觉得他有些高冷,又清高又冷漠,有点俯视人间的感觉。 但是接触之后你会发现,其实他的生活很简单,没有灯红酒绿,也没有轰轰烈烈,不会盲目从众。 他们对一切的运作都有了然于心的感觉,他们的内心像大海一样,能容纳的东西实在是太多。 有灵气的女人往往都有这些特点。 首先,她的眼睛很有灵气,很干净,很纯净,灵性越高的人,内心越通透,眼睛越干净,给对方的感觉就是非常有利的。 第二,就是有超强的感知力,他可以感受到身边人的内心世界,直觉力非常强。 核心是因为没有受到太多的负面杂质的干扰,就是他很干净,很通透。 第三,他喜欢独处,从来都不会觉得孤独和无聊,不会刻意地去交往,他会把大量的时间留给自己,有品质的内在提升。 第四,不争不强,可以在万事万物中看到所有的发生,在物质生活上没有过多的追求,更多的是内心世界的丰富和满足。 第五,他的心态特别年轻,看起来不容易显老,因为有一颗孩童般的心,无论在任何年龄都保有孩子般的天真和好奇,不纠结过去,不恐惧未来,可以时刻享受当下,活在当下,随时开心,随时去体验生活。 第六,在万事万物中可以看到本质,他判断一件事情不会用非此即彼的老套观点去批判,而是可以洞察问题的根本在哪里。 第七,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,无论遇到任何困难的问题,都能够迅速地从挫折中间爬起来,并且每次遇到巨大的挫折都会促使他的人性成长,对人性的了解也更深入。 内心也会变得更加的强大,一个人的灵气不是一两天就能够养成的,而是历经时光沉淀后,用成熟的心态活出自己的智慧。 对于处在灵性智慧的女人来说,年纪只是数字,精力只是成长,阅历才是底气。 而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她的灵气,你很容易在她身上看到一些灵气消失的迹象。 一,外观憔悴,不注重形象,灵气消失最明显的迹象之一就是外观的憔悴,对自身形象越来越随意。 原本光彩照人的皮肤变得暗淡无光,眼神也失去了原有的身材。 这可能是因为缺乏足够的休息和睡眠,或者是饮食不健康,缺乏运动等原因造成的。 要出门的时候,头发乱糟糟,衣服皱皱巴巴的也不管。 要知道,没有人有义务通过你邋遢的外表去欣赏你优秀的内在。 二,情绪低落。 当一个人变得情绪低落,易怒或者抑郁,这不仅会影响他的心理健康,也会让他周围的人感到不舒服。 三,睡眠质量差。 很多时候,睡眠差的人并不是天生的失眠症患者,而是因为各种娱乐产品的诱惑加上滋空力低,所以放纵自己越睡越晚。 精神,皮肤状态都越来越差,应付日常工作都勉勉强强,还谈什么灵气。 四,兴趣缺失。 灵气的消失往往伴随着兴趣的缺失,对原本喜欢的活动或爱好会失去热情,对生活也失去了原有的热情和好奇心。 五,社交回避。 灵气逐渐消失的人中易变得孤僻和回避必要的社交活动,不再喜欢和老朋友们见面聚会,也不再愿意结交新的朋友,甚至不愿意去户外亲近大自然。 这不仅会影响人际关系,也会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加单调和乏味。 六,生物中混乱。 生物中的混乱也可能是灵气消失的原因之一,经常熬夜,作息不规律,这不仅会影响身体健康,也会影响精神状态和情绪。 七,沾染怨妇体质,人只有意志和正能量的人交往,自己才会越来越幸运。 八,因为这样的人自身能量高,有感恩之心,总能发现事物好的一面,久而久之,你的能量磁场也会被影响。 而当你总和习惯抱怨的人为伍,甚至自己也慢慢变成这样的人,不是吐槽家人,就是吐槽同事领导,要不就是各种自怨自艾,那你就是在慢慢散掉自己的灵气。 八,主动泄露自己的能量,每当你去过度关注明星八卦,小道消息,总是去为别人的事操心,或者为了别人一两句话而欲寡欢,那都是在把自己的能量无偿地送给了别人。 你的能量很宝贵,它决定了你生命的效率,人生的走向,以及你的气血旺不旺,灵性高不高。 别做吃力不讨好的事,别太在意别人的感受,别把能量去泄露给别人。 关于人为什么会失去灵气,其实早在两千年前,庄子就揭示了其中根本秘密。 这和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律有关,天大地大,人在其中,天地人三合为贵。 庄子说,有知觉的物类,包括人,都是依靠气息的流动,背后有一种能量的隐形连接。 比如,我们面对一片郁郁葱葱葱的森林时,就会感到心旷神移,这是自然和人的能量连接。 我们和志同道合的人交流时,会感到有兴奋,这是能量的共振。 我们和意见不合的人沟通时,会感到欣慰,这是能量的抵消。 万事万物的背后,都有一种看不见的能量在自然流动。 这种看不见的能量,普通人无事,修道人会运用。 人在婴儿和幼年时,遇到是最接近的,尚没有心机和心智隔绝与天地的连接。 随着年纪的增长,社会阅历的增多,人与人之间的磕磕碰碰,人就会形成一种稳定的心智,用来认知这个世界,也用来保护自己。 这种心智是双面性的,一方面保护了自己,另一方面也隔绝了自己和天地的连接,从而失去灵气。 所以,洞悉其中道理的人,如庄子说的气质绝学,老子说的绝学无忧,不再依赖心智来保护自我,而是放下自我,顺应天地的变化和大道通行。 每天都会经历世俗的事,却不放在心上,这样就流出了一个空间,到才能顺畅流动,人从中获得能量的流动。 宇宙的源头,总是有源源不断的活水,只有流出空间的人,才能保持自身的流畅性,保持新鲜活力。 有源人,如果你感到自己有灵气消失的现象,也别担心,有几个恢复灵气的方法,只要照做,一定能让你慢慢把灵气找回来。 一,解他人之气,多跟舒服有灵气的人待在一起,你会感觉在他们身边,你整个人也会被感染,莫名的就很平和,心神很定。 这时候,其实就是他的磁场在洗涤和滋养你,遇到这样的人,你就尽量多和他们在一起,慢慢你的灵气就会养回来。 当与高能量的人相处时,重要的是要维持一种积极和尊重的态度,这包括保持乐观,避免频繁的抱怨和悲观情绪,以免影响他们的情绪和积极性。 同时,应该展现出独立性,避免过度依赖他们,因为高能量的人,通常欣赏那些能够自我驱动和采取行动的人。 二,改自己之气,也就是所谓的重新养自己一遍。 首先,可以给自己布置一个温馨的房间,把房间整理干净后,放些喜爱的摆件,舒适的坐垫,厚实的靠垫,点燃淡淡的熏香,放上优美的音乐,以让自己感到放松舒适为准。 身处这样的空间里,无论是工作还是睡眠,质量都会提升很多。 这是对自己的一场治愈。 其次,注重自己的形象,经常保养头发和身体,每天认真洗脸按摩皮肤,并且学会感恩你的身体。 出门时花上一点时间,挑选衣物配饰,不需要打扮得多么艳丽,但要得体大方。 这样不仅让别人眼前一亮,也会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。 第三,要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,七分烤吃,三分烤动。 要先让自己吃得健康起来,多吃新鲜当即的蔬果和五谷,少吃各类高油高糖的不健康食品。 保持身材还是其次,吃得少而精,你的脑力、体力都会逐渐变好。 其次就是运动,运动不是为了减肥,运动的深层意义是让你的能量,你的气流动起来。 否则人就是一滩磁水,当你的身心能量都在流动,你的灵气自然也能盘活。 最后,给大家介绍一个接地气恢复能量的方法。 所谓接地气,就是与大地母亲进行的一场亲密对话。 它能够引导我们回归内在的平和与智慧。 赤脚踏在柔软的草地上,感受地球的温暖和力量,让自然的治愈能量通过脚底的每一个穴位温和地流遍全身。 每一次深呼吸都是与大地同步的节奏,每一次心跳都与地球的脉动共鸣。 当压力和焦虑向不速之客闯入我们的世界,一小块草坪,一片沙地,甚至一块简单的瑜伽垫,都能成为我们接地的圣地。 在这里,我们可以放下重复,让心灵与大地相连,找回那份久违的宁静。 闭上眼睛,想象自己成为一棵参天大树,根脉深深扎入土壤,枝叶深向蓝天。 在这片属于自己的空间里,让树根成为我们的锚,稳固我们的心灵,让树干成为我们的支柱,挺直我们的意志。 定期进行接地气的练习,无论是通过实际的脚踏大地,还是通过冥想和想象,都能帮助我们从日常的喧嚣中抽离,恢复灵性的清明和活力。 如此,你会惊喜地发现,你的灵气也回来了。 有灵气的人,中年之前,也许会经历了命运的坎坷,可能是情感,可能是破财。 对于这样的人来讲,红尘就是他的道场,人生就是他的修行,但经历之后,姻缘和财运会越来越好。 他的福报不但会帮助自己,更会负责家人和子孙。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,在评论区留下一句我要拥有灵性。 如果你喜欢这个内容,请订阅我的频道,随缘加入会员,与志同道合者共修基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感谢观看